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外面 我是講故事的Ben 從留聲機發明到現在也才過100多年 音樂傳播的速度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改變 早些10年我們還必須到唱片韓 購買CD回家聽 又過了幾年 MP3也出現使聽音樂變得更加方便 到現在串流音樂成為人們生活中 習以為常的一部分 你只需要有網路 不管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 都任你挑選 也正是科技的發展與許多平台興起 使音樂打破距離的框架 傳遞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而在無數歌曲之中 又會有某些歌曲忽然間的風靡全世界 不只帶來龐大的商機 也讓演唱的搖身一變變成另類的國際巨星 而在歌曲浪潮之後 你會不會好奇這些歌手的現況呢 今天Omio的Bang就要來為大家分享 沉溺在世界爆紅的三位歌手 現在在做什麼呢 首先第一首就是2012年 由PSY大叔所演唱的Gangnam Style 近幾年來K-POP可以說是席捲全球 這些來自韓國的各種偶像團體或歌手 也不管是精湛的技術 還是形象的包裝 馬上抓住了全世界的目光 每當他們發行興趣時 也都能在短短幾天內 在YouTube達到破億的點擊量 但根據YouTube統計 韓國音樂影片觀看次數最多的影片榜首 並不是由BTS還是BLACKPINK拿下 而是外表和類型與他們相差甚遠的 PSY2012年的Gangnam Style所奪得 截至今日Gangnam Style已經擁有39億的點擊量 與第二名BLACKPINK的DUDE DUDE 2018年的14億點擊足足多了快3倍 直接以K-POP當紅的勢頭 以及YouTube平台的成長 我相信接下來幾年這項紀錄 應該已有機會被打破 而Gangnam Style這首歌也翻傳了PSY大叔的演藝人生 本名普載相當他在剛出道時 曾因為長相被公司嫌棄 甚至叫他戴面具表演 之後也因為兵役問題和一系列的爭議 讓他面臨長時間的低潮期 就像2010年被韓國的三大經濟公司 YG娛樂所簽下才逐漸邁入正軌 也在2012年以Gangnam Style席卷全球 主張小歌雖然是以韓國首都首爾江南區奢華的生活為發想靈感 但卻在全球引發了病毒式的傳播 就算不懂當地文化和韓文的每個人 都還是被那句 OPPAKANA Style深深息鬧 而影片中的騎馬五是PSY和他的舞蹈老師花了整整一個月所想出來 魔性的律動也讓許多人增加模仿 全世界出現了不少二搞這首歌的二創影片 這也正是為什麼Gangnam Style會如此成功的原因 Gangnam Style不單造就了PSY 同時讓他的經濟公司YG股價大漲50% 也創下了許多驚人的世界紀錄 像是首次獲得到英國單曲冠軍的KPOP更曲 而Youtube歷史上最多觀看次數的影片 有點超越小賈心丁在2010年創下的8億紀錄 更讓Youtube改了他的系統設定 原先Youtube的遊覽次數是2的32次方 也就是約21億左右 因為他們認為不可能有影片能打破這個數字 但Gangnam Style的觀看次數真的太高了 讓官方把系統升級到2的64次方 也就是我也不知道怎麼算 反正應該不可能有人能再打破了 在Gangnam Style之後 PSY大叔持續以相同風格產出作品 像是2013年的Gentleman 2015年的Daddy 也都在Youtube擁有相當高的觀看 但就很難再次達到像Gangnam Style如此巨大的成功 PSY大叔本人言坦言之後的作品的傳唱度比較低 反倒成為他壓力的很大來源 在2019年 PSY與YG合約到期同時宣布創立他的經濟公司P Nation 之後簽下了他的第一個藝人Jesse 過幾年又加入了因為坦承交往而被刊除的歌手 炫耀和Don 近世偉老闆的他在近兩年來 也嫌少看到他推出新的音樂作品 也希望他不管是作為音樂人還是歌手 在未來都會有更好的發展 講話韓國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到日本 第二位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2016年以一首PBAP爆紅的Pico太郎 Pico太郎的扮演者原名古板和人 是來自青森市的搞笑藝人 從1992年就開始他的演藝生涯 原本較常使用的藝名是古板大魔王 直到2011年的一場公演中 他創造了Pico太郎這個人物 因為大受歡迎 直到他時不時都會以這個角色 出現在螢光幕前 除了搞笑藝人的身分外 他本人也是一名DJ 也與許多位歌手合作過 並於2016年8月25日推出他的單曲PBAP 全名Pen Pie Apple Apple Pen 靈感是來自於當時正在家中的他 想起自己家鄉親生獻盛場的蘋果 又剛好看到桌上有罐打開的鳳梨罐頭 用花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寫出了這首僅有45秒的誤曲 其實這首歌只有在日本的小圈子流傳 直到有一天 小假生機在他的推特轉發了這首歌 並附上內文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影片 才開始在全球炸開 之後登上了日本百大單曲榜榜首 而打入美國告示牌百大單曲榜第77名 是繼1990年松山勝之後 再次由日本歌手上榜 這種異上孔的旋律和歌詞 也引來了一陣模仿 甚至出現在許多電視劇中 像我最近在看了DOTOR X 第五季之後的螢幕 在致敬這首歌非常有趣 這集最後還邀請到了Pico太郎客串 PPAP讓Pico太郎登上了他的事業巔峰 之後甚至還與小假石丁合作拍了一個廣告 見到恩人的Pico太郎 甚至開玩笑的說要把名字改成Justin Pico太郎 而有關注日本演藝圈的朋友就會知道 日本的搞笑藝人的老婆幾乎都非常漂亮 當然我們的Pico太郎古板和人也不例外 2017年他與小哈15歲的寫真女星安芝童結婚 並在2018年迎來一位女兒 去年也宣布第二胎的好消息 在PPAP之後 Pico太郎還是持續活躍在演藝圈 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剛所介紹的PSY 在2017年發布的歌曲I Love It 其後螢幕也有出現Pico太郎的身影 去年還有跟寶可夢Pico合作 推出全新單曲Pico to Pico 希望在因為疫情而充滿不安的 2020年帶給更多人力量 所以歌詞中也都看得到保持距離 輕鬆一下等字眼 我只能說又會搞笑又會唱歌的Pico太郎 真是太帥啦 PicoPico 接下來為大家帶來歌手團愛是來自日本 也就是2017年以一首7攻擊之術發紅的石井劍雄 說到石井劍雄的人生也挺有趣的 原先在東京出生的他本身就很喜歡音樂 並在無意間聽到約德爾之王 弗朗之朗的歌曲 高中畢業後並沒有繼承家業 而是從此大陸約德爾調這個領域 之後去到德國留學 還被他的偶像弗朗之朗收為圖 也在德國認識到了現在的老婆 據說他還是用約德爾唱法向他求婚 兩個也擁有四位孩子 本人目前也履居在德國 2017年他送到美國音樂團體 格雷哥里兄弟邀請 一起合作推出7攻擊之術 整首歌參雜了許多不同的音樂元素 不只有日本風 還有石井劍雄所擅長的約德爾唱法 再加上畫面無厘頭的劇情 各種不同的反差 馬上引來了許多關注 也有許多人把這首歌當作下一個PPAP 然而不像PPAP傳唱度這麼高 像是你很容易在路上抓一個人唱PPAP 但總不可能隨便抓一個人 入文都會約德爾唱法吧 雖然造成一陣熱烈的話題 但卻沒有像PPAP和GanaStyle 造成全球性的現象 但他台灣還是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2019年甚至來到台灣 與閃靈樂團在大港音樂季演出 那個現場可以說是優雅與暴力的結合嗎 之後睽違三年 2020年再次推出 基諸攻擊之術和叔叔攻擊之術 彼此劇情都有相互連結 也可以看出他是按照十二生肖來創作 讓人非常期待 神井劍雄宇宙之後的發展又會是如何呢 好那些的介紹先到這邊 歡迎留言 因為那些我沒有提到的爆紅歌曲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薦 想要我們做什麼樣的類型的音樂節目 我們都會看 然後可以去追蹤我們的IG跟FB 不是會任務 也是小姐的都還知道 下週見 Bye